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欢迎准备收看稳超胜券节目 今天的家群指数下跌了133点 那家群指数是收在所谓的9139点 那这个地方开始转空了吗 还是说投资朋友要在这边 才开始做出一个承接的动作 我相信这个看法上面是非常两极化 那么这两极化的一个会员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我认为即将会走入财富重新再分配 那之前这个大盘 我们从低档区开始往上走 这边有个所谓的上升的轨道 那我们就是以所谓的均线三法里面 这条所谓的黄色的线 来做出一个区分 那之前在低档区 你跟着一鸣老师 逢低开始布局的 我相信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操作 我们已经开始了累积的财富 但是一鸣老师要跟你讲 这个低档区 如果说你没有布局的 你是一路被嘎上来的 一鸣老师认为你是赚不到钱 但是目前为止在所谓的接近高档的同时 出现了一次 两次三次的一个 所谓的破底穿投 那这个破底穿投 你要注意到有所谓的征兆 这个均线的部分已经开始走平了 代表目前为止多方要攻击的一个讯号 它是减弱的 那目前为止高档有限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操作 非常非常重要 我常常利用这张重要的字卡 这样字卡的话 我相信 已经陪伴了很多的投资朋友们 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接近五年到六年的循环 那每次在多方控盘的时候 一鸣老师总是会提醒你 现在是属于一个多方控盘 你逢低 你要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当多方控盘结束了之后 它会转向所谓的空方控盘 这个从多方跨到空方 该怎么样来操作 第一个 你手中的多单 开始逢反弹 逢高档 你要进行所谓的减码的动作 那你去做一个空单的部件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必须应该是有两种投资人 第一个是老手 第二个是高手 老手跟高手的话 会去做所谓的放空 短空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从空方往下 去做出个冠杀的同时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时间上面 它是非常急促的 第二个 它的速度 它是非常快的 你必须要找到 所谓的弱势的族群 弱势的股票 去进行所谓的 空单的一个部件 所以说 由多方控盘 转向所谓的空方控盘 投资人 你要习惯 目前为止的话 如果由多方转空方的话 在这个地方 最少你的多单 你买进所谓的 股票的一个部位 你要先行的 来做出一个 出场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文操胜券 在节目里面 常常跟各位讲 你的操作的股票 如果说只有三档 我相信 不管停力也要 停损的一个速度 应该会非常快 那我们操作的原则 一定是停力停损 帮各位避开 所谓的风险 我们也以实际的绩效 来跟各位讲 我们不会虚伪 不会造假 选股的部分的话 要特别留意 买进的股票 一定要基本面 技术面 包含筹码面 这三方面都有所要求 那我们挑选一些好的股票 我们可以从低档区 才可以去做出一个 部件的一个动作 我相信近期以来的话 这个逆势股的部分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 这张股票叫做政达 这张股票为什么叫逆势股 大盘在修正嘛 大盘在走跌嘛 但是政达呢 政达反而是逆势 今天创的第六根掌停板 这个就是所谓的逆势股 但是股价当时候你在 低档区啊 可能有买到 在行进当中 可能你有去做出个加码 设置在近期 买在第五根掌停板的 今天来到第六根掌停板 你逢低去买 逢拉回找买点的 一直到今天创新高 这个股价 在短短几个交易日里面 就能创造非常大的一个财富 当然你这个时候 你的操作一秒是建议你 股票有买一定要卖 股票不是说 我买在第一根掌停板 我要报到第六根掌停板 这机会性不大了 机会性不大了 也许你是买在第二根 买在第三根 比较晚的可能是买在第四根 你至少你都有两根停板 二十八 你可以把它带回家 这是一名老师所希望的 投资人操作的一个观念 一定要记得 那这张股票 为什么从低档去 它是做出一个持续大涨的 我们先看到这个部分财报 财报的部分的话 104年全年世纪亏损 接近两个股本 从今年第一季开始 它已经开始有亏转盈了 包含第二季的一个财报 我相信从这张财报表里面 单月的营收 包含美股的存益 你都可以自己去做出个比较 当股价开始出现 转亏为盈的题材 很容易得到什么样 投资人的青睐 投资人可能在低档去发现 他的投资性价值 可能会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好 那我们近期也看到了 包含3D跟所谓的2.5D 这边其实还有个2D 它三种玻璃的比较 我个人的话是倾向说 可能是2.5D 因为法人他比较认同 这个部分是耐衰的 这个赞达是做所谓的3D的 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说 它一定能够接到订单 但消息已经开始反映了 所以股价可能 在所谓的消息面 发酵之下的话 这个股价就开始上涨了 我刚刚也有讲过 这股价上涨 有时候是来自 所谓的产业基本面 有时候是来自于 这个转亏为盈 到后面的话 我们大概一步一步的 帮各位在节目里面 来开始做出个解答 低档去有布局的 这股价开始拉抬了 就要注意到了 它是不是一档标马股 如果是的话 你要注意到 这个所谓的题材 业绩跟所谓的筹码面 甚至你学过基础分析的 短线上面看日周 长线上面看 所谓的月K线 月K线的话 大概就是25个交易日 可以判断一档股票 能不能够走向 所谓的长期的一个趋势 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我相信在一鸣老师节目里面 每天跟你来做出一个介绍 股价逆势大涨 股价逆势大涨 一直来到了第六根涨停板 我相信这个操作 可能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了 可能告了一个段落 我相信应该有买的人 在今天股价 来到第六根涨停板 应该每一个人都赚钱了 包含我们近期而言的话 跟各位讲的长华科 长华科的股价你要记得 四根停板之后再度的创新高 包含今天 长华科这张股票 持续的创高 这张股票你要记得 在当时候低档区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投资型的价值 如果有的话 这个股价从低档区 你开始布局 短线上面 你看到涨幅是非常大的 也许你在拉回的时候买 这边叫拉回第一个买点 这边叫拉回第二个买点 到创高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说老师 这个股价涨太多了 其实一档标马股的话 就以下特性了 第一个它股价 在低档区是没人注意的 第二个 当股价创高的同时 才有人注意到它 当你注意到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为什么低档区 没有去做出买进的动作 因为在低档区 你要注意 成交量它并不大 它并不大 它也没有所谓的卖压 当一鸣老师跟你讲 拉回找买点 我相信已经验证了 已经验证了 我们是利用拉回找买点 在这个地方 你还有买进的一个机会 甚至说在10月6号 早上开盘的时候 这个位置去都买得到 你想买一定买得到 想买一定买得到 甚至在隔天 开高之后向下 做出一个灌杀的动作 在尾盘你也一样 可以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那你买到之后 至少在后面的创新高 你一样有办法 把获利放口袋 那股价是有买有卖 股价是有买有卖 不是说只有买没有卖 那投资本目前为止的操作 我比他担心 也就是说你手中的资金 可能没有控管好 没有控管好 你可能在低档区 你买了很多的股票 但是这波的一个上涨 不见得涨到各位的股票 所以说各位的股票 可能有时候在追高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能你是面临套牢的 那面临套牢的股票 我认为在这次的操作里面 很多人都面临到 所谓的套牢的一个压力 最主要他们的观念没有改变 他们可能去操作一些 这成交量比较小的 成交量比较小的股票 一般而言的话 在这一波成交量能不足 大盘缺乏所谓的流动性 把成交量缩减的话 它的股票在暂时性的话 是容易套牢的 因为流动性不佳 所以说这时候的话 投资朋友们 你可能要先做到这两个动作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流动力不佳的股票 可能要先行做出个换股 先行做出个换股 用股票来换股票 那第二个的话 你手中的股票 如果是走空方走势的 你可能要先行做出一个换股 先做一个换股 再操作的一个动作 那后面反败为胜的话 要等到这个大盘 然后开始落底成功之后 你要做多 你再行做出一个反败为胜 当然你现在的话 如果说明天后天 有技术性的反弹 当然你是老手高手的 你当然是可以顺势的 先去做出一个 所谓的短空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近期的操作 来 多单的部分 从七月份开始 七月二十一号七月二十五号 我们先行的全数出清 高档怎么样 来做出个调节 这是七月份的 八月份的 来 一样低买高卖 一样关心我的会员 关心全国的投资分 股票操作 要做到一个低买高卖 持股调节 这是八月份 九月份一样 来 全数出清 我们低档买的 全数出清 我们逢低怎么样 再行的来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包含今天 来 今天 来 请你特别仔细看 一名老师在今天 一共调节了五档股票 我相信一名老师 一档股票 一级会员 就只能操作三档股票 我们先看到特会 普会 普会特会 各调节一档股票 VIP的部分调节 两档股票 清代的部分的话 目前为止 也调节一档股票 等于说 一名老师在一天以内 我们一共调节了五档股票 我们把持股 开始做出个调节 持股调节 那把资金 来开始做出个回收的动作 那我这边呼吁一下 你们对于手中的股票 有问题的 只要你认为 你手中的股票 目前为止有问题的 一名老师特别开放一天 一名老师特别开放一天 欢迎你 直接打电话进来 当你打电话进来 在完成登记之后 一名老师 这个电话会亲自回 会亲自回 再讲一次了 今天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们对于手中股票 有问题的 可以打电话进来 一名老师会亲自回 我相信对你的操作 应该有所帮助的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千金可买早知道 跟对人 我们也可以早知道 运达头顾 颜老师 顶级最绒VIP 买一送六八 运达头顾 颜老师 即刻请现实回馈 一六八 作家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运达头顾 颜分医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历完整 共用二十年丰富的 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严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深吸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主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领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但是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应有 对您的股质股站线 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施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领寂 享受这片刻的领寂 等实施之后 妈跟我就轻松多了 什么是长照保险 长照保险是政府办的保险 全民共同分担保费 若经过评估 需要长期照顾时 就由保险来提供服务 支持长照保险 减轻照顾负担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大盘持续修正 明天后天可能会出现 所谓的技术性的反弹 这个技术性的反弹 来自于目前为止 如果说大盘它走工了 短线上面面临到 所谓的技术性的一个反弹 那都有机会来做到一个 所谓的反弹唐命波 所以说你要看对趋势 看对趋势的话 才能够做到一个 所谓的大赚小赔 这个对投资朋友来讲 非常重要 那股票操作的节奏 不是说我挑选了一大堆股票 我每天在盘面上 看到不同的股票 我都要去做 不见得 你只要去找寻盘面上面 包含当天到所谓的当周 当天的话是 从所谓的开盘到收盘 大概就五个小时 当周的话就是五个交易日里面 从这个一到五个交易日里面 你可以找寻 第一个 成交量大的 这个所谓的流动性大的 好进好出的 第二个 在当天至少 它是属于一个强势的 我相信这些股票的一个 判断的一个原理 非常重要 成交量大好进好出 当天是强势股的话 容易怎么样 容易多方操作 这个就是目前为止 一鸣老师 针对所谓的中小型的股票 针对有一些投资朋友们 他希望做到一个 短线上面的价差操作 那一鸣老师认为非常好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 那希望投资朋友们 你能够怎么样 勇于尝试 改变自己 那政达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例子 来 这几天的操作 他们在盘中都是强势的 造成了今天的政达 再创波段新高 这是一档很标准的 第一个 成交量大 流动性大 第二个 至少在当天或当周 它都是非常强势的 但是股票要有买有卖 这是我们操作的一个宗旨 如果股票只有买没有卖的话 我跟你讲 那你要想赚钱 这个困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常华科也是一样 从第一根到第四根 到所谓的10月28号 我相信短线上面涨幅很大 一样要做到一个低买高卖 那近期而言的话 我们记得这档股票 叫三一国的景德 景德这档股票 你要留意 为什么 因为老师跟你讲景德 不是现在才跟你讲的 是从这一天 当下走B型反转的同时 这个地方你要不要布局 各位 就是各位决胜负 最好的一个时机点 如果说这个地方 你有布局的话 后面的所谓的 波段行情开始展开了 我相信你应该在 每一个关键的位置区 你都能够拉回找买点 这个非常重要 这样股票投信的部分 持续站在买超 所以说你要留意到 投信的一个动作 我们公布之前第一次的一个操作 第一次的操作代表说 我们对于会员是有诚信的 我们愿意公开我们的简讯内容 来给各位来看 近期以来你要注意到 一秒是跟你讲的 这样股票创波段新高之后 突然之间 拉回找买点 这个地方又开始怎么样 出现所谓的涨停板 一根涨停板10% 隔天持续大涨 再涨完一根又来一根 所以说股价 可能你在低档去没有买 它涨升的速度非常快 到近期而言的话 可能赢再上波段新高了 来倒波拉近 这个地方的话 我相信这意义 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就不用再说了 股价一定要有买有卖 这一秒是非常坚持的 那包含所谓的环球金在内 环球金 来 我们先验证一下 挑战前高有没有过 有过 这样股票后面的操作 你要注意哦 股票的趋势 未来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加上营收的部分 营收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筹码面的变化 目前为止的话 我也觉得没有问题 那现在就要看趋势 这个趋势到底是走多 还是走空 我相信从这三根K棒 你应该看得很清楚 之前叫做冯迪 冯迪去做布局 往上三个往上的跳工装口 代表这张股票的连续性很强 那低买高卖之后 拉回 如何找买点 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一个 所谓三根K棒 诚心的形态 真的诚心的形态 代表一个趋势成型 那后面你看到 一米老师节目的同时 一米老师也有跟你验证 我们在节目里面 都是公开透明化的 简讯内容来看一下 这样股票在9月5号 9月5号 我们先做个定价 先行的把获利的钱 先放到口袋里面 也帮各位做出了第一次 累积资本的一个操作 那诚心的形态 在当天股价是大涨 一个诚心 第三根K棒是红棒 来 诚心这个位置去 西晶圆的爆发性已经开始了 要不要拉回找买点 我相信你自己会去做出一个参考 那股价持续的有延续性 一直到一米老师跟你讲 有机会挑战前高 我相信这个股价都已经表现了 过了前高代表怎么样 创新高 每一个人都赚钱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近期以来的话 我相信你的操作 不会很顺利的原因 就来自这个形态上面 这个高低落差非常大 那投资人他在选股的同时 会发现 今天涨电子 明天涨所谓的太阳能 后天又涨LED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又涨原物料 每天涨的族群不一样 但是这个大盘 这个量的部分没有办法放大 这个造成了投资人 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我希望这个大盘 能够持续的往下修正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员目前为止 手中资金的部位 我相信 这个现金的部位还是非常大 那套牢的股票也不多 那如果说这个大盘往下修正 我们当然可以在低档区 可以捡到一些非常便宜的好股票 但是投资本本你要注意了 你要先行做这个动作 一股换股 准备换股操作 后面才有机会反败 尾胜了 那我们近期以来我们公开操作的股票 在七月份 我们全数出清了 高档调节 八月份的一个操作 一样持股调节 再准备做到一个低买高卖 九月份的操作 一样全数出清 逢低来开始布局 十一月二号 今天 今天 我在全国的投资本们 公开跟各位讲 一鸣老师在今天持股调节 我们把资金开始回收 一共调节了五档股票 那如果说你的手中的股票 有问题的 一鸣老师也非常欢迎你 非常欢迎你 打得要进来 打得要进来 一鸣老师会跟你讲 你手中的股票 该怎么样来操作 股票操作 其实不是那么样的困难 人家说上涨也是怎么样 也是赚钱 下跌也是赚钱 为什么 这个叫顺势操作 日本人 他们在打招呼的时候 会问说 你今天赚钱了没有 这个一问之下就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日本大阪的人 大阪地区的人 他的问候语就是说 你今天赚钱了没有 那你的股票 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处理 当人家问你这句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该怎么样来回答 那我们再讲到几档股票 来 广语的部分记得 来 看到眷值比 眷值比如果说持续升高 这股价往上走的机会会非常大 会非常大 与俊的部分的话 在之前拉回找买点的同时 这个股价 短线上面 一根掌停板 两根掌停板 持续的创高 甚至我们之前操作过的连光通 它在六根掌停板掌完之后 拉回的时候 既然也出现所谓的掌停板 这我们之前操作连光通 帮各位在低档区 提醒各位有做到个布局的动作 那只能做不能输 这是之前的连光通 你要注意 有些股价在拉回的时候 反而有非常好的一个 买进的一个所谓的机会点 那持续创高 代表这张股票在筹码面的部分 非常的稳定 那近期以来创波段新高 那二十七字的可诚 我相信这张股票 一秒是在节目里面跟解过的 我们不会去做这个追降 我们一定是拉回找买点 但是可诚近期而言 这个股价修正 结束了吗 你要注意到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我们该买 我们就会去买 买了一定有卖 我们该买一定会买 但近期而言的话 二十七字的可诚 股价在修正 修正的时候 该怎么样来动作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会的权益 我们不会在节目里面 透露任何的指导 那如果说你对于股票有问题的 那你需要了解自己手动股票 会不会涨的 那没有关系 你今天可以打地方进来 那甄宇 关于对于所谓的 这个新进会员的部分的话 我们特别跟公司讲 我们从今天开始的话 会推出所谓的短天期 短天期的话 这个一加三 先赚先赢 那我们都有所谓的电话 专人来通知 那今天开放十个名额 短天期的 专人电话通知 限十个名额 欢迎大家好好的利用 我们明天见 本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千金可买早知道 跟对人 你也可以早知道 运达头顾严老师 典籍尊荣VIP 买一纵六八 运达头顾严老师 即刻请限时回馈 168 最佳0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严哥医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蜿蜒与公募 积极败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部局 试习大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盖世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运达头顾 智库专线 零二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零二 27810909 27810909 受台风影响 各地天气不稳 提醒民众请问 台风天就是要冲浪的 台风天 还是带在家最好 好 我要出发了 台风天带在家 比较安全 台风天带在家 台风天带在家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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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啊 我们赚点钱 你都存在哪儿 应该啊 而且是我在要存款保险 到了也不用怕安啦